纵然有财富,有事业,有地位,心理上总是感觉得居然离下了 很难被当地人完全接纳了 总是有个界限在 那么对于何苦呢 为什么不从自己本身做起 做一个好榜样,好模范 来改造社会风气 要想改造社会风气 不单挽救这个地区,这个社会 而且能拯救整个世界 唯一的方法复兴中华文化 弘扬大臣佛学 才能够真正做得到 现在其他的国家地区 好像还没开始 还没觉悟到 我听说英国人现在开始在做路 我们听到之后非常欢喜 所以我最近是想方法抽一点时间到英国去访问 他们能够将佛法纳入学校的过程 这是全世界创举 值得我们尊敬 值得我们尊敬 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效法 英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是个伟大的国家 他们能够反省 能够思过 能够学习 因为它是个基督教的国家 没有把基督教教义放在学校课程里面 反而把大乘佛法放在他们学校的课本里面 这非常不容易 真实的智慧 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那么另外有人问 他说佛教在台湾这么兴盛 为什么社会还这么乱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再过去 黄念祖老知识在世的时候 曾经跟他们的学生说过 黄老知识在我面前没讲过 大概总是情面上的关系吧 客气啊 不好意思说 既然说不应该是苹果 那个也讨历的 那天 我听说 你也听说